怎么才能每局都进决赛圈呢 小尾游戏说吃鸡知识多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尾 在吃鸡中有淘汰分和排名分 淘汰分靠的是实力 排名分就是靠意识了 今天来聊聊 怎么才能每局都进入决赛圈提高排名分 最好的方式是这三个 一打野 想要存活到最后 那肯定不能和敌人钢枪 所以开局不能挑大城市 因为大城市肯定都有很多人 遇到了存活概率肯定会直线下降 这之后选择打野是最好的决定 别看野区房子少 但是物资足够理用了 毕竟你的愿望是存活到最后 不是钢枪到最后 二第一时间进圈找地方隐藏 开局我们先打野 然后等刷圈的时候要第一时间进圈 当然了最好是找一辆车 进圈之后找个隐蔽的地方躲着就行了 不管是趴在草丛还是找个房子 这就看你个人意愿了 总之一句话活着最重要 三没必胜的把握不开枪 在转移的途中或者搜房子的途中 肯定会遇到敌人的 这时候有人就开始心痒痒想钢枪了 如果你想活到最后 那小伟奉劝你当没看到 除非你有必胜的把握 否则很可能命丧当场 如果这三点都能够做到 每局存活到决赛圈不是梦 小伙伴们 你们还想了解哪些内容呢 我们下期见哦